欢迎大家收看汽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女子被警车撞死 其父亲要求限制车速 价格是拥有电动汽车的最大障碍吗? 亚洲股市应盈利预期上涨 但对中东紧张局势保持警惕 在日本进行首次道路测试时 无线电动汽车充电技术开始应用于行驶中 在卡本县选出了佩希科审判的陪审团 请大家收看 女子被警车撞死 其父亲要求限制车速 BBC 在伦敦一名女子被一辆警车 以62英里每小时的速度 在30英里每小时的区域内撞死后 她的父亲呼吁在城区对警察实施限速 独立警察间查办公室IOPC得出结论 驾驶警车的警员没有过错 Germaine Lex Midas父亲表示 对警察实施法定限速将能够拯救生命 IOPC表示 他们计划在此案件后 向警方提出正式的学习建议 要求制定限速政策 价格是拥有电动汽车的最大障碍吗 英国独立报 英国的汽车制造商警告称 如果政府未能与欧盟就关税达成脱欧后协议 电动汽车的成本可能会大幅上升 预计将于2024年1月生效的新规定 预计将威胁到英国的电动汽车市场 并使英国汽车驾驶者的成本增加6000英镑 政府正在推动欧洲委员会推迟新规定的实施 但布鲁塞尔并未表现出任何妥协的意愿 潜在的价格上涨可能会影响电动汽车的普及 并阻碍英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承诺 亚洲股市应盈利预期上涨 但对中东紧张局势保持警惕 路透社 周二 亚洲股市上涨 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是 企业盈利前景和美国经济的韧性 而不是中东的紧张局势 除日本外 MSCI亚太地区股票指数上涨0.4% 而东京日经指数上涨1% 标普500指数在昨晚上涨了1% 油价和美元都下跌 高盛和美国银行的季度业绩 将于今天公布 而摩根士丹利 强生 特斯拉 和Netflix 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公布业绩 在日本进行首次道路测试时 无线电动汽车充电技术 开始应用于行驶中 日经亚洲 位于东京附近的博士 正在公共道路上测试电动汽车 EV的无线充电技术 充电线圈已嵌入交通信号灯前的道路表面 使得EV在减速时可以充电 车辆在线圈上滚动10秒钟 可以提供大约1公里的充电距离 给一辆普通的EV 这项测试计划将持续到2025年3月 并将涵盖安全性 耐久性和其他方面 博士计划到2030年左右 实现具有道路充电功能的自动穿梭巴士 在卡本县选出了佩希科审判的陪审团 雅虎 律师约瑟夫 佩希科的审判于周一开始进行陪审团选定 佩希科面临因2018年11月 在卡本县醉酒驾车致人死亡的形势 过失杀人指控 据称 佩希科在驾车逆向行驶 并撞击另一辆车时 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法定限制的三倍 预计审判将持续两天 中国电动汽车需求疲软 导致电池金属价格下跌 金融时报 今年由于中国电动汽车销量的降温和供应增加 里 骨和镍等关键电池材料的价格大幅下降 自年初以来 里价格下降了近70% 镍价格下降了40% 而骨价格则略高于历史低点 价格下降将有助于降低电动汽车的成本 因为电池占汽车价格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然而 由于矿商和客户之间的合同条款 这些价格下降 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反映在电动汽车的成本中 亚洲股市在中东外交努力推动下上涨 市场总结 雅虎 亚洲股市在10月20日上涨 因为人们希望外交努力能够阻止以色列 哈马斯战争升级为更大的冲突 日本和韩国的股市上涨 而香港股市期货预示着涨势 在澳大利亚 利托公司的股价在矿商报告第三季度 同产量超出预期后一个月内上涨最多 与此同时 美国股市期货基本持平 此前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100指数 在10月19日上涨 根据BMO资本市场美国利率策略主管伊恩 林登的说法 股价的变动并不反映投资者对以色列冲突前景的改善 而是缺乏重大升级的迹象 美国总统乔拜登计划访问以色列 以阻止战争蔓延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还与埃及 叙利亚 伊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领导人进行了通话 克里姆林宫表示 各方一致认为需要停火 如何使珀斯更适合家庭 减少塑料奇妙游乐场和大操场 悉尼先驱晨报 减少汽车的主导地位 是创造儿童友好城市的关键 儿童友好城市规划专家蒂姆 吉尔表示 吉尔表示 虽然汽车在某些情况下是必须的 但应该创造出优先考虑人 而非停车的区域 他指出 澳大利亚珀斯是一个极端例子 该城市既有广泛的扩张 又有密集的内部密集化 但没有更好地便利设施 或减少汽车使用 吉尔建议 适合家庭居住的公寓 需要三个重要因素 合适的住房设计 学校和托儿所等服务 以及良好的公共空间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每次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最近的新闻 首先 一名女子在伦敦被一辆警车撞死 她的父亲要求对警察实行线索 独立警察兼查办公室认为 驾驶警车的警员没有过错 父亲表示 限制警车速度可以拯救生命 这个案例引发了对于警察行驶速度的讨论 接下来 英国汽车制造商警告称 如果政府未能与欧盟就关税达成脱欧后协议 电动汽车的成本可能会大幅上升 这可能会威胁到英国的电动汽车市场 并使驾驶者的成本增加 政府正努力推迟新规定的实施 以减少对电动汽车市场的影响 再来 亚洲股市在企业盈利 预期上升的影响下上涨 但也对中东局势保持警惕 投资者关注企业盈利前景和美国经济的韧性 而不是中东的紧张局势 这表明市场对于企业的未来表现 持乐观态度 此外 日本正在进行无线电动汽车充电技术的 首次道路测试 这项技术可以使电动汽车 在行驶过程中进行充电 并且测试计划将持续到2025年 这可能是未来电动汽车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 在其他新闻中 律师佩希科的审判正在进行中 他被指控因酒驾导致一人死亡 中国的电动汽车需求疲软 导致电池金属价格下跌 亚洲股市在中东外交努力推动下上涨 市场对于以色列 哈马斯战争的升级表现忧虑 最后 让我们来讨论一下 如何使城市更适合家庭生活的问题 专家表示减少汽车的主导地位是创造儿童友好城市的关键 他们建议在城市规划中应该考虑到优先考虑人而非停车的需求 并提供更好的住房设计 学校和托儿所等服务以及良好的公共空间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和分析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观众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